武漢危險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台湾有賣酒館期 當團署有官員 民意代表較早 博士及家駕駛 為了評判影響到技術運作 以及保障議員內的問題 中華管理會僑前保守 建立死性會議系統 管理會利用怕力 管護專案報告議程 總管是萬古里死性的方式 來記憲會議 因應武漢危險疫情新聞 為了評判影響技術運作 當時保障議員內的問題 中華管理會 已經建立完成死性會議系統 讓我們整個議會的運作 跟現府的運作可以順暢 管議會頭一次全完用死性方式開會 本身就在中華設議員 是同樣的議會議員 不過是在現場操作死性 希望發現問題 可以最近馬上解決 這是一個測試的一個會議 所以說我想說 因為我的選區 我本身是彰化市這邊的議員 所以想說離議會進 我就來這邊看一下整個運作的缺失 那也可以當作一個 跟議會跟現府建議 建議檢討的一個建議這樣子 不會來 但是大家都在視訊 但是就是要非常注意聽 才能聽得懂他的聲音 聽得到他的聲音 聽得懂他在講什麼 主持今天議題的 府議長庫完領標示 這是第一次用這種方式的主持會議 也希望做好準備 因應接下來還要嚴重的議員發展 其實這譬如說 市民是前市政府 主持會議員 這個會議員 對我們 對每個議員 對每個議員都好處 以來如果我們說 繼續那麼嚴重 就是要用這樣 那如果要溫和 又要繼續 平常所有的議員 就要綵促平衡 這樣 管議會進出 議會這支配合風雨 而且減顧技術穩作 看不到在內 沒有受議員的影響之下 完成官民感到關鍵的戶口 也希望他可以帶你消退 並且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大張心不穩定像中華 彩虹不得 砰明星中華